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二十二章第二节 我们接着他的第七段来看 他说现在不要在眼面不看自己的弟兄了 因为你们是同一个生命 既无法各自决定,也不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 所以不管你选择了什么,弟兄都与你在一起 要不然就是一起待在地狱里面 就是现在这个状态,要不然就是一起回归到天父 这个天家里面 因为心灵总是一体的 那么虽然我们选择用分念的眼光去看 但是这个心灵一体的真相依然不会改变 这个事实依然不会改变 那他说呢,你们给对方的不是生命就是死亡 你不是成为他的救主就会成为他的判官 你不是圣化他就是诅咒他 你不是完全相信本课程所说的 就是完全不信 你看他非常的绝对 真的是黑白分明 而且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 而且是全有全无的 那下面第七句他又加强 他说理性会告诉你 两者之间没有缓冲地带来供你徘徊 天堂的喜悦或者是地狱的痛苦都在等着你的选择 那这个是让初学奇迹课程的人一开始会觉得很困难 这么的黑白分明 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灰色地带来喘息一下呢 那但是学得越久呢 反而会觉得越好 越简单 清楚明了 摆在眼前就是两个选择 看你要哪一个 那选择了哪一个的后果呢 你也清清楚楚 那下面的第八段呢 他说你无法窃取天堂的一部分 把它编入你的幻梦里 那好像是从上个世纪以来吧 就是这种人间净土啊 人间天堂啊的这种说法 然后包括像是镜宗里面的这个 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法 其实可以说是盛宵成上吧 那么这就是他所说的窃取天堂的一部分 把它编入你的幻梦里 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幻象世界造成像天堂一样 那极乐世界其实也是啊 因为那也是一个有形有象的世界 但是很多人会把它想象成 就是死后的一个归宿 就是天堂 就是等于是我们东方版本的 佛教版本的一种天堂 但是他说这些有形有象的东西呢 都是属于笑我的 OK所以这些东西 如果你企图把天堂编织到你的幻梦里面去的话 那你就把天堂也变成了幻象 那么他说你也无法把任何幻梦 偷渡到天堂里面去 就是妄想要在天堂里面 还能够拥有这个个体性啊 拥有特殊性啊 还可以有形有象啊 那还可以 还可以见到你 你们家的亲人啊 你们家的狗啊 等等之类的 听过很多这样子的说法 那这个都是他所谓的 就是把死相跟幻象 试图要交织在一起 试图要去搞一个灰色地带 模糊地带出来 然后让小我会觉得比较安心 因为要他一下子放掉所有的有形有象的东西 小我会觉得非常恐惧 那么他说 救主不可能变成判官 因为仁慈不会定人的罪 那他这边讲的仁慈呢 是无条件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给任何人定罪 那么他说 会见不可能诅咒 他只会祝福 肩负拯救任务的圣灵 他也只可能会拯救 至于他如何拯救 不是你所能了解的 但是你何时让他拯救 则完全超之于你 所以我们在奇异课程的导演 有看到 就是时间完全是由你来决定 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时候想学 什么时候愿意宽恕 是完全来由你决定的 那么你不用了解 就是圣灵如何拯救你 就是他是如何化解消互的 你只要有愿心 让他为你来化解消互就行了 这个是奇异课程他不断强调的 那如果你要去说 就是说你要见悦圣灵的位置 那才会说 我认为我知道该怎么去化解消互 就像很多宗教里面一样 用一些自以为是的方式 去化解消互 但是那些都没有必要 只需要有愿心 其他都是一些干扰 好 那下面的第九段呢 他说你认为 自己打造之物 有奴役主人的能力 我们不妨仔细检视一下 这个幻象 因为分裂之境 就是由此而生的 认为念头能够脱离 思想者的心灵 这个是非常荒谬的想法 就是念头能够脱离你的心灵 然后反过来奴役你 就是他不受你的心灵控制的意思 那么这个奴役主人的能力 因为我们看到的 这个有形有象的世界 其实只不过是去呈现出 我们内在的念头 是由我们的念头投射而成 或者说念头是抽象的 那这些我们眼之所见是具象的 那具象的东西 就是能够把这个抽象念头 具体的去表达出来 给我们看到 但是我们却以为 是这些东西在伤害我们 然后在奴役我们 然后在操纵我们的喜怒哀乐 这个叫做奴役主人的这个能力 但是 他说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幻想 应该是说 小我很努力地在我们的心灵之中 营造的一种错觉 让我们弄不清楚 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好那如果你能够去看清楚 就是外面这个世界呢 只不过是在具体表现出 我们内在的念头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真正的源头在哪里 那其实这个时候 你的恐惧也会消除掉 因为你知道 一切造作都是从你的心灵出发的 好那下面第十段的他说 这一头色的杰作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只是当你面对它时 要怀有疗愈的决心 而不必心怀恐惧 其实我们仔细看一看眼前的世界 不管是近几十年的科技发明 然后去看一看 比如说眼球是怎么运作 那种精巧的程度 或者说一片雪花的结构 然后或者说各种天灾人祸 然后家庭里面的肥皂剧 情绪勒索不断在上演 你都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的心灵有多么的厉害 多么的这个 多么的创造力 它果然是上者之子 这个创造力之强大 真的是 就是像他讲的 令人叹为观止 而且真的是超乎想象 但是不必心怀畏惧 因为你的心灵 还是由你来把控的 是你可以把控的 如果是你把投射出去 认为是外面的人在影响你 你就没有办法把控了 你的平安就交在别人的手里了 受他的操弄了 那么他说你打造的世界 并没有控制你的能力 除非你想继续与造物主分裂下去 而且存心跟他的旨意对抗到底 要是你相信上主之子 可能与天父为敌 那么你造出的世界 就会与你为敌 那你甚至会将他的喜悦 诅咒为痛苦 什么叫做将上主的喜悦 诅咒为痛苦 其实上主的喜悦 就是在一体性之中 在他与圣子的一体性之中 他的喜悦才能够圆满 那对小我来说 这个一体性是他完全无法忍受的 所以他会去诅咒这个一体性 就是诅咒那个一体性的喜悦 那下面十一段呢 他说只有你自己想出的那些念头 才是不可能的事 其实就是杀害上主 小我相信他成功的杀害了上主 然后取代了上主的位置 可是很奇怪 他又害怕上主会从坟墓里面爬起来报复他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能够杀害上主 我们的力量可以大过于他 这个念头当然是非常荒谬的 但并不是说 这个念头是荒谬的 你就不会为此才成恐惧 如果你真的相信了他 不管这个念头多荒谬 你如果真的相信了他 那么后面的结果 就会一个一个的出现 那么他说救恩是绝对可能的 你无法把自己的人间救主 视为心中的大敌 同时还能够认出他的真相 这讲我们的弟兄 那么中间呢 他说上主赐给了你神圣关系 这份礼物已经摆在了你的眼前 应该是说当下就能够拥有 因为你的灵性实相 包括上主 从未离开你的心 好那下面十二段呢 他说神圣关系是上主的自爱 他光明灿烂 而且能够跨越那横梗在你与弟兄之间的身体 不断地延伸 而且循环不已 形成一道金色的光圈 子底无穷之尽 他以安息 不再照做 身在时间境内 却又超乎其上 身在人间 却已不朽 这种神圣关系 必然所向披靡 时间听候他的使唤 世界也会如其所愿 但这个如其所愿并不是呼风唤雨的那种含义 那么他说这种关系不存在私人的愿望 注意这边是不存在私人的愿望 所以任何是从你的自我 从你的小我出来的东西 都不会如其所愿 那么他说自然也没有分裂的意向 他的愿力无所不容 没有例外 存以真理为致 无论何种幻象 一来到宽恕的眼前 都会被他仁慈的一笔勾销 包括这个幻象产生的种种后果 你会体振到 这些后果其实也全部都无足轻重了 那么他说 基督已经重生于神圣关系的核心了 他的慧见照亮了自己的家园 对世界却视若无睹 你然到不想拥有这神圣的家园吗 他内没有痛苦 只有纯然的喜悦 最后我们再看一句 在最后一段 第三句 他说若想要彻底摆脱罪的一切苦果 这个怨心断不能排除任何一人才行 就是这个宽恕的怨心 不能够有所偏颇 也不能够去排除谁 不愿意宽恕 那这个是你会看到在这节里面 他不断强调的 也是在整本提及课程里面 他不断在强调的